您现在收听的是 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市政会法师 台湾竹云寺住持 著有揭开真相一书 法师于1993年 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 毕业后就出家 于2001年到美国 在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的筑地学习 法师于2013年 金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严格的抉择 学到如来大法 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 在书中记录了 从2001年至2013年 整整12年 法师在美国寺庙 金南模第三世多结羌佛筑地中的 所见所闻 亲身经历 实际参与的祭食 2018年 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 红法立生 好 欢迎我们的听众 正式收听戒心经说真地节目 我们这期的节目继续很开心 邀请到特别来宾 台湾竹云寺住持 也是揭开真相 这本书的作者 正会法师来到节目的现场 法师你好 小薇好 听众大家好 那法师上一集呢 您讲到在拿摩枪佛筑地的 大丹狗修行 得善果 往生到极乐世界 当护法圣神 那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故事 那法师听众朋友们呢 听完之后也非常喜欢 这类型的事迹 我们可以请法师 在这次节目再多 跟听众分享一些吗 好的 接着那我再来介绍的是一只 有神通的黄金猎犬 他的法号叫做戒本 还没有归异以前呢 本来他的名字叫做Jack 他差不多是在两个月大 就来到驻地了 佛陀师傅说 Jack他上辈子 本来是个出家人 可是因为犯戒 所以今生就变成狗了 因为佛陀师傅当时 还没有住在驻地 也没有天天来 所以特别叮咛 我们要好好照顾他 要爱护他 因为他不是一般普通的狗 由于Jack只有两个月大 还很小 很调皮 非常的爱玩 有一天他在屋里 随地撒尿 所以有个出家师姐 很生气 就拿报纸卷了起来 用报纸打他 这件事情呢 除了这个师姐本人知道呢 其他人都是不知道 有打狗狗的这个事 当然也没有人 报告佛陀师傅 隔了几天以后 佛陀师傅来了 突然就集合大家宣布说 有一位大圣德打电话 跟佛陀师傅说 我们有人虐待狗狗 因此佛陀师傅 亲自来查问这件事情 是谁做的 当时我们也很惊讶 怎么竟然有人敢打 这么小的狗狗 而且还是佛陀师傅 特别叮咛过的 要特别照顾狗狗的 后来查出来以后呢 这位师姐当下就忏悔了 所以说啊 我们修行 千万不要侥幸认为 做了坏事 没有人看到 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其实佛菩萨护法门 都清楚得很啊 对啊 其实这件事呢 也印证了 中国人所说的一种 说法叫 举头三尺有神明 然后我也在 长辈的口中也说过 有一句 我们从小也听了 就是 人在做 天在看 意思都是说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吧 都要本着 我们的善良的心 去做 那法师 这只狗狗 Jack 他还有发生 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有 那我再接着讲 Jack从小就跟着 我们生活 也一起公文 拿冒枪佛的法音 一天天的过去了 他也慢慢的长大了 我们发现 他突然会顶大礼 会做大礼拜 他虽然是天天 看着我们顶礼 可是我们没有人 教过他 有一天 Jack跑到 佛陀师傅面前顶礼 两只前脚 趴在地上 一起一扶 总共三次 不肯离开 佛陀师傅问Jack说 你是在给我顶礼吗 Jack连连点头 佛陀师傅又说 那你是想要皈依吗 Jack立刻端坐 在佛陀师傅面前 两只前脚 合起掌来 佛陀师傅说 那好吧 你坐到旁边去吧 Jack就乖乖地坐到 佛陀师傅旁边 一动也不动 等佛陀师傅 给大家说法完了以后 Jack又跑到 佛陀师傅面前 坐得好好的 佛陀师傅说 好 我这就给你 举行皈依仪仕 就这样 Jack皈依了 因为上辈子犯了戒 所以现在法名叫做 戒本 戒律的戒 根本的本 戒本是一只 很通人性的狗 人讲的话 他都能听懂 他对南无第三世 多杰羌佛 是非常恭敬的 每次见到佛陀师傅 必定顶礼三拜 佛陀师傅不准他 看某样东西 只要命令他说 转过头去 不准看 他马上将头 转向一边 直到佛陀师傅说 好了 可以了 他才会转过头来 而且佛陀师傅在后房很远的地方 只要让人去带个信给戒本说 佛陀师傅叫你进去 戒本就是在睡觉 都会立刻站起来 不用人带路 马上自己就去到佛陀师傅身边了 而且是任何时候 只要一通知 他马上就去 从来没有人训练过戒本 但是戒本很会表演 比如装死 平常大家随便提到这两个字 他不会有任何反应 包括佛陀师傅随口说装死 他也是毫不在乎的 但是只要佛陀师傅正式命令他说 现在可以装死了 他立刻躺下 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我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甚至在地上推他 他也完全是一副死掉的样子 身体僵硬的不动 但只要佛陀师傅说 结束了 他就立刻一翻身马上跳起来 然后做得好好的 很乖的样子 要讨饼干吃 有一次 一个出家世界感冒 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说 你们快闪开 不要被我传染了 我们听了到没什么反应 但是戒本呢 就咻的一声 拔腿就跑 跑到两丈远的门后面 躲了起来 我们在现场的人都哄堂大笑 还有一次呢 佛陀师傅说 这戒本有点小病 应该拿两颗杏仁 给他吃就好了 佛陀师傅当下 就拿了杏仁给戒本吃 他用鼻子 闻了闻杏仁 不想吃 所以就没有吃 佛陀师傅再次叫他吃 他吃到嘴里 又把杏仁吐出来 佛陀师傅就批评他 又拿起杏仁 再给他吃 他不太情愿地 把杏仁含在嘴里 慢慢地咬了几下 然后脖子一动 口水一吞 把杏仁吞下去了 大家都看到他脖子吞了口水 真的是吃了杏仁 而且嘴巴也不动了 过了一分钟左右 为了奖励他很乖 很听话 又拿了狗狗专用的灵嘴 给他吃 这下子一不小心 就露出马脚了 为了吃灵嘴 之前的杏仁 竟然从他的嘴边 掉了出来 原来他吞杏仁的动作 全是假的 杏仁一直被他藏在嘴里 吞了一口口水来骗大家 想等佛陀师傅不注意的时候 再偷偷吐出来 我们都以为他吃下去了 结果这下曝光了 被发现了 当场大家笑成一团 法师 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都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 戒本 他真的非常聪明 不想吃的东西 他还会假装已经吃了 真的很可爱 就跟人一样 是啊 那戒本归以后 没过多久 他就有了预知的神通 如果有重要的客人 来拜见佛陀师傅 他提前五六分钟 就会开始预报了 戒本是一只狗狗 他怎么能够做到预报呢 他就会对着大门口呢 发出一种哼哼的声音 不知道 小伟你有没有听过 狗狗想要出去的时候 出门玩的时候 跟主人撒娇的那种声音 有 对 就像那种声音 请求的感觉 对 他当他发出这种声音以后呢 如果我们马上去开门 其实门口什么人也没有 可是过了几分钟 客人真的就到了 而且每一次都是如此 包括佛陀师傅出门回来 他也会提前知道 有一次佛陀师傅出远门好多天 什么时间回来是没有人知道的 当天下午戒本呢 又发出了哼哼的声音 还对着门口顶礼 我们心里想 也不知道会是谁来了 过了一会儿 大门打开了 正是佛陀师傅回来了 戒本的预报一向很准 实在是让同样在修行的我们 自叹不如啊 那佛陀师傅经常叫化我们 一定要众生平等 关爱众生 所有的狗狗和我们一样 都是具备佛性的 他们从无始以来 都是与人类和各个众生 互为父母亲卷 所以不能伤害任何众生 只能爱护关心他们 不能把狗狗猫猫等 这些宠物抛弃 这样的行为是会遭恶报的 谢谢法师的分享 我今天才看了一则的新闻 就是关于现在 就是希望大家要去领养宠物 然后呢也希望家居 能够做一些各种 对于宠物友善的 比如家居啦设备啦 不过我觉得真正啊 需要做的就是 我们从心里面去关心和爱护动物 不管多么豪华的设备 如果一个动物 他的这个领养的主人 他没有这种爱心跟关心 我相信就像法师尼刚刚说到的 动物们他们都有灵性 他都会感觉到 他对他有没有爱 所以所有的众生也都是有灵性 我们如果养宠物的听众朋友 那更应该明白 关心爱护动物 这个是绝对绝对 必须要做到的 好了那法师刚才您分享了 驻地的狗狗们 他们的这种灵性啊神通啊 听了我都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他明明就是我们说嘛动物嘛 那就跟人一样这么懂事 我是不是可以再请法师 再多分享一下 您在驻地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尤其是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好的我就分享我在驻地 曾经吃到毒草 差点见阎王的真实事件吧 至今还让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呢 驻地里一位出家师姐 拿着一颗她从院子刚摘下来的野菜 很高兴的说 你们看这是院子里长出来的新鲜野菜 这个叫做中国芥兰菜 没有农药的哦 因为这个出家师姐 以前念的是园艺科 所以大家就很相信 她的专业判断 都认为今天有新鲜野菜可以吃 而且还是没有农药的哦 刚好呢 轮到我担任大辽煮饭 师姐就把野菜拿给我 希望晚餐可以煮了给大家吃 让大家尝一尝 中国芥兰野菜的味道 但是我心里总觉得不太妥当 因为煮饭的都怕有剩菜 所以就说 不好吧 万一很难吃 没有人要吃 剩下来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推脱不煮 然后这位师姐呢 便跟我打包票说 不用担心 如果煮了没人吃 全部我来吃 不会剩的 所以我只好免为其难的 将这把野菜煮了 傍晚五点多 我把这个野菜煮好上桌了 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色的 漂亮的像翡翠一般 闪着诱人的翠绿色光芒 还散发着香气 这么漂亮的一道菜 会是什么滋味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 虽然心里有点疑虑 这能吃吗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的夹了一小片 像大拇指指甲那样的大小 吃了一口 哎呀 好难吃哦 又苦又涩 这是什么中国芥兰菜呀 实在太难吃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吃了 但是我虽然只吃了那么一丁点的菜 它的毒性仍然是威力无穷的 因为当时我还不觉得饿 所以煮完饭 我就先上座去念佛做功课 应该是我吃的少的关系 这毒性竟然还没有发作 但是等到我一下坐 睁开眼一起身 不得了了 天旋地转 头晕到走路都没办法走 必须扶着墙壁 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吃了这个菜的关系 还以为是我打坐念佛时受到了风寒 所以我赶快回房 准备躺下来休息 正当我要躺下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其他人大声在喊叫 这菜有问题不要吃了 因为吃到的人都只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 就四肢无力 两眼昏花 头淤目眩 当场倒地 一位师兄赶快把剩下的菜 端去报告了佛陀师傅 佛陀师傅说 这叫断肠草 一只豪 又名三转半的剧毒草 就是说 吃到以后 只要原地转三圈半的时间 人就死了 而且只要一点点 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说完后叫这位师兄 赶快去看看 吃到毒草的人死了没有 死了几个一定要报告清楚 还有没有活的 一个也不要落掉 把他的名字都报上来 要通知眼王 别接收 快快赶快抢救 越快越好 当时还有其他师兄师姐 连我在内 总共五个人吃到了这个菜 那个摘菜拔菜的师姐呢 因为想要等到最后 有剩下的时候再全部吃掉 所以反而还没有先吃 凡是吃了断肠草的人 面色已经变成惨白青灰色 完全跟死人一样难看 完全没有血色 神魂已经昏昏然不知所谓 有的还抽筋 有的瞪大了眼睛 喘大气 佛陀师傅就叫大家赶快去吐 要把食物从胃里吐出来 可是大家吐不出来 我只吃了像拇指指甲般的一小片 根本也吐不出来 所以佛陀师傅马上弹指甲持 对空说 护法诸天快速保护我的弟子 让他们把毒吐出来 神魂归正 说来奇怪的是 经过佛陀师傅这样子加持了一下 大家便开始想吐 开始跑厕所 吐得稀里哗啦 而且还不止一次的吐 吐完了 隔了一会儿 又马上接着再去厕所吐 这下子可热闹了 吐的声音死起彼落 搞得在现场没吃到毒草的人 也想要吐了 我们五个人就这样来来回回的 不断的跑厕所 不断的吐 好不容易吐得干干净净 整个胃都吐空了 人也跟着虚脱了 佛陀师傅就叫大家喝点热热的稀饭 赶快躺下来休息 因为这个断肠草的毒性属于神经性毒 窜得很快 所以吃到了以后 马上会觉得头部发麻 四肢有麻痹的现象 就算是壮丁大力士 也照样不知倒地 在佛陀师傅的加持下 我们五个人没有进医院 也没有死掉 最后都平安无事了 那法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 没有想到是这个小小的一盘菜 真的就已经牵涉到五条人命 对啊 还好当时那位拔菜的师姐没有机会 让他把剩下的菜整盘全部吃掉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更幸运的是佛陀师傅刚好在场 能够及时号令天神护法抢救我们 真的是惊险万分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 好几次都瀕临死亡 所以说人生无常 命在旦夕之间 我们应该感恩我们还活着 珍惜宝贵的生命 珍惜宝贵的时间 好好精进 不要放逸 的确听了法师的分享 真的是觉得人生无常 尤其是这两三年 由于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大家应该都能够深刻地体会到 在这里也真的希望 大家都能够好好地把握光阴 珍惜当下 我们再次谢谢正会法师的分享 如果听众朋友对刚才的访谈 有进一步想了解一些细节的地方 或者说有任何您听不清楚 或是有疑惑的地方 也可以联系位于南加州 帕斯蒂娜的圣基寺 圣基寺的联系电话是 626-797-1590 626-797-1590 那正会法师也特别鼓励大家 如果有问题 那大家也能够有网络 也方便的话 就最好直接能够写电子邮件 Email给正会法师 法师的邮箱地址是 英文字母小写的C 然后是数字的 2171495 atgmail.com 我们再重复一次 正会法师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英文字母小写的C 然后数字2171495 atgmail.com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又到这结束了 再次谢谢正会法师的分享 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 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地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 请不吝点赞 订阅